27日除了周深到达南宁准备奔跑八十二的路之外 还是周深歌曲《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发行四周年的日子 周深用温柔清澈的声音唱出了美好 传递着治愈的力量 或许总有一些不开心不完美的艰难遭遇 但也请记得总会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或许是巧合 在这一天新华网官威以这首歌为BGM 发了昆明元通山的2000余中英花和锤丝海棠 竞相绽放的视频 虽然歌曲很好听 但在周深众多的歌曲中却并不出众 却多次被官媒用作BGM 可见官媒心中也是周深出品 必属精品 哈哈 在同一日 新华网官威还以小美满为BGM发了视频 人民网官威以周深浮光做BGM 发了罕见双色睡帘以此盛开的视频 人民日报官威和紫光阁官威发了相同的视频和微博 同时腾讯音乐由你榜官威发布了周深新歌《门的战报》 在2024年第12期游腻榜中实现得分排名 双刷新 本期得分新高96.61 较上周提高1.66分 歌曲再榜两周 排名较上周提高9名 拿下最高排名Top2的好成绩 恭喜周深 如果说比央视更崇周深 那肯定是北京卫视 但凡周深有个风吹草动 北京卫视官威总会马上发布 这部就连周深未奔跑吧 十二的花花的营业视频都发了 一个卫视发一人 在另一个卫视节目的宣传也是罕见的了 真爱无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